身为移民的父母亲 我们一定是非常关心 我们的下一代是否能社会国家里面 他们会是不是会比我们更成功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因为我们移民就是为了不但是有更好的条件 有更多的机会 也是盼望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更成功 所以你知道有许多的报告 特别在美国研究这些移民家长 跟他们的后代是否比他们的父母亲更成功 的确没有错 第二代一定会比第一代的移民 在学术或者是在这个教育上更成功 有更多的这一个第二代 他们是这个有大学毕业或者是这个有高等的学问 所以你会看见在这里 可是他们的孩子我们是第一代 我们的孙子辈第三代又会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是的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好 可是报告接着报告研究都说 那我们的孙子他们因为父母亲我们的孩子 他们已经给他们有舒适的条件 或许他们失去了当初那种移民的那种奋斗的心态 所以在第三代我们的孙子辈 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这种高等教育 就跟我们移民的国家 现在的地方他们的普通的人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或许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然后经历帮助他们 盼望他们是读医生读工程师读这种很好的职业 可是到了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他们又回去跟社会一样 就是做老师的做其他的工人 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职业不好 而是这一个这个报告跟报告都是讲到 移民那种奋斗的心态跟那种追求上进 只是那种一代而已 重点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是愿意帮助孩子 有信仰 有对神那种认真 这不一定能够持续下去 而是每一代都要认真 都要用心 好叫下一代的信仰能够继续能够传承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成为更用心更认真的父母 上帝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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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也不认真的在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下人帝祝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